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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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 最歡樂的時候 青菜啊 Feedy 遲早都是要脫光的 先脫下面 最多上面先脫哪裡都沒關係 絲襪要先脫嗎 絲襪要先脫嗎 絲襪用絲 絲襪 絲襪拔一個洞就好了 21吋 9J 還有這個 這個可以留著 泰山 可以 纏你的 你也太小了啦 你的幾吋 我的 這麼小 不是啦 我說 野馬輪圈啦 我吃酒啦 臭 十九落殘 我們在這裡21 封頂 來喔 啦啦啦啦啦 喔 哇 欸 特製化的耶 21吋的耶 電鍍 喔 電鍍耶 這才有嘻哈感 有 有 切雞肉 打到誰會吵吵 哈哈哈哈 欸全電鍍 你看連這裡都鍍你看 喔裡面也是啊 你以為就這樣嗎 沒有 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我們現在正在找 猜猜哪一箱有 阿可你要跟他炒嗎 快 你最愛炒咖啡仔來 有中心孔的菌 還是沒有的菌 這是沒有菌 沒有的菌 喔你看這暴力開耶 有沒有跟我講啊 女孩子啊 汽水打不開 幫人家開一下 有沒有 仔細變來 哇 什麼都來啦 哈哈哈哈 泰山每次都說他很倒楣 他賭都輸 來囉來囉 柯皮先開獎囉 到底 有沒有 阿賀 跟阿賀 泰山走運了 出聞了出聞了 阿賀 噢 噢 噢 這個絕對比我們那個土炮的 還要好 欸 噢 噢 噢 全客製化 你看了有沒有 OK 噢 噢 全客製化 連中心孔都要客製化 等了兩三個月 好不好 那我們就這個 下一次就是看我們把它直接 裝上去了 好不好 期待一下 我迫不及待把它裝上去了 四個好像 六萬多塊吧 阿中心孔另外算 那個是真的是客製 全客製的 因為我電鍍的比較貴 我們花費是這樣 我跟你講還有另外一個更可怕的花費 四個已經六萬多了 再胎又是一個很可怕 21吋的胎 好 裝上去了 欸它是不是終於出現了 它被雪藏起來多久你知道嗎 阿呆 它108年我就買了 下次111年 呵呵呵呵 一台車竟還可以從108年買到現在 終於被我挖出來了好不好 好燈都已經變黃了 回來的時候還是亮的 準備開始下去把它整理了 那輪胎是一定不行了 輪胎我們也上次有準備了輪框 準備要把它換掉 這個是2007年的凱迪拉克 這個SRX3.6 它好像有一個是4點幾 我忘了 4.2吧 它有3.6 4.2 是3.6還是比較主流的 然後那時候我會買這個車是因為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 國外的很多那個特務有沒有 在外面追逐啊 不是這種福特的大修旅 就是這種凱迪拉克的大修旅 而且人家黑的 一定要配大旅圈 其實這台車我之前已經整理過一輪了 可是因為又放了三年了 所以我們的油品什麼 到時候也要都把它換掉 你看那時候這燈多漂亮 整排熏黑的 而且 這個當初為了修這個電動門修了 修了一年沒修好 它開壞掉了 現在是好的嗎 壞的啊 所以還沒修好 修不好啊 關是好的開始壞掉了 你看我內裝 我就有疑問就來了 你的IS300才放一兩個禮拜 就媽的都沒 我這個放三年來 你看有怎樣嗎 我都沒辦法啊 而且你看安全帶設計 在這個椅子上多帥 好這到時候我們推車 等整理好有沒有 我們先把它的整理過程 整個紀錄一下 等這台車整理好 我們整個像特務一樣的時候 我們再來介紹推車 我很期待 那時候一直要介紹一直忙 然後車子又越來越多 累積我們今天終於把倉庫裡面的 這個車把它翻出來 好不好 整理了整理了整理下去 GO 今天要準備幫凱迪拉克 裝上我們特製的旅圈 然後加上它其實很久沒動了 所以要來順便檢查一下 有水跟電 然後又加上我昨天自己開了 跑高速的時候會抖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回家 因為我回家有山路嘛 我覺得左右避震器感覺沒有那麼平均 感覺左邊的避震器 直升性比較好 右邊的比較還好 那等一下如果有機會就請 他們幫我們試車一下吧 出發 試一下 亮胎壓燈 等一下回來檢查 等一下看胎壓跟拆起來看一下 看看 測控還不錯啊 眼前狀況感覺是還可以 大概開到什麼 100多少 都120以上抖 通常輪胎平衡有問題 120以上就會抖 所以只要我們4到6到70這一段 不會有太大問題 剩下就底盤問題 我們只要把它拆起來檢查 大概就知道問題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換全胎 所以換好之後我們再去試這個速度 比較安全 也比較知道它有問題 引擎的加速部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對 變動箱的換檔也不會有頓挫 輕輕的摸煞車 煞車的抖動部分也沒有呈現 這個避電器應該是右邊壞掉 右前我覺得是右前 對 右前壞掉 其實我們這樣看啊 車頭右前已經往下沉一些 那第二個 我們煞車的時候 右邊會下沉的幅度是比較高的 然後機煞車有沒有 右邊會下去比較深 所以一般是 右邊避電器的阻尼狀況比較不好 當然還有一個是胎壓啦 我們剛剛出來沒有先檢查胎壓 它胎壓燈器還是亮著的 對 但是如果在差不多的胎壓情況之下 這大部分都是避電器造成的 那我們就直接把底盤 輪胎先拆下來檢查一下 你說那個 120開車開到120、130的時候會抖 那我們現在幫你撐起來 在搖輪胎的時候有發現 有問題就是 然後你看一下 在上下搖動的時候 你看輪胎 這邊你看中間軸承這個部分 有沒有 會不正常的放動 簡繫過大 輪胎平原部分 那待會再幫你拆下來 再重新做平衡試試看 那軸承的部分是 確定不要更換 因為這個肩隙已經算 大了 先幫你拆下來看 那待會拆完之後 再幫你做保養 先幫他量輪胎的平衡 偏擺差很大的話 也會影響到你開的時候 會抖動的位置 但是這個跟高低速有關係嗎 也會有差 如果說它的上下平衡 如果做這個平衡 你跑了很多的話 那你在高速的時候 轉向的時候 轉向的時候 有幫忙會 明顯的會有抖動 那個軸承問題也是一個位置 插到幾個 一般是多少 20以上的話 就會偏擺 就會插到問題 左右偏擺15 其實算 還沒有到很多這樣 那我們現在先 再量你左邊那一個 一邊10個 一邊15個 其實算兩邊 輪胎的 跑的話也有 多少跑一點點 但是 跑的量不多 那你可能 主要的手工就是 剛剛那個周城 對 周城 那個間隙很大 到時候它 開的時候 你在過的時候 它會這樣子 會比較不錯 如果機盤有點生鏽的話 其他都還OK 欸 引擎條是不是有換過 應該有換過 但是 應該是很久沒開了 對啊 真的很久沒開了 它旁邊比較髒髒的 這樣看起來是還可以 底帶的部分也OK OK 好 我們煞車友看一下 這麼黑 很黑 看起來很久量就很高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 專用檢測煞車油的東西 如果是乾淨正常的話 有沒有 0%到2% 這是OK的 那如果說 在3%到4%的話 那就是 含水量過高 過高會 就是 煞車會變得比較不利 因為 煞車油的東西 它是 怕水 那 煞車油如果說 裡面含水量過高 那你踩起來 煞車油就會變得很不利 它這個呢 檢測出來的話 如果就是 它就是過高了 對 3% 3% 對 就是變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 你看你煞車油這邊 周圍有沒有看到 超級張 建議一次吧 連煞車油都一起把它換掉 基地心也要換好了 可以看這後面 它是中間 都是屍體 然後長東西 有沒有 這個是一樣的 一定幫你做更換 冷氣清 哇這也是 黑的 也是髒的 超黑 它這下面 可能米灰塵 一直掉進去 它只有這個快把底下幫你打 看這邊 顏色很明顯 正常的這個顏色 白的嗎 對對 這個是一樣換掉 正圓廠料 正圓廠料 我們這次是叫靜音胎是不是 對 這邊 TS vs 靜音胎海綿 它裡面是海綿 靜音的 是差在這裡喔 對差在這邊 它光有這個海綿跟沒有 它的隔音就差很多 PO 的話就是特斯拉認證台 所以它的可依效果會比一般的台還要好 欸 舊的要拆掉 對 我看一下裡面是有拆壓 喔對 好 有拆壓增測器 所以這個把它拆到新的上面去 對 把它拆到新的去 它是連這個一起的嗎 嗯 你上面那個 因為上面那個可能就要換掉 它可能是拿下面這個做的 那你上面那個拔起來就壞掉了 那我們等一下拿一個新的還沒看 這是拆壓專用的 它是正常是這樣合起來 它這個頭它只要裝上去之後 再拔出來這個橡膠這邊都會分開 只能換顆的話就是只能再換一個新的這個頭 它底下因為這個是鎖魚通用型 它可以再鎖魚去這樣 它壓針車這種都是通用的嗎 欸 沒有這個是原車上面專用的 那這個頭它可以換成市面上很多 車都可以通用 喔 是這個頭是通用的 對 這個頭是通用的 阿這個就是專屬 阿這個如果說煤電阿 如果說有可能煤電或什麼 可能就是跑一顆跟它一樣的 那個開針給它這樣子 這個裡面有電池 有 但是這個是沒辦法換的 因為老闆說開的時候有亮胎壓燈嘛 對 那我幫你等一下好了之後 再幫你檢測一下是看是哪一顆電量不夠 那電量不夠的我們可能就是直接烤一個 跟這個頻率一樣的給你 烤一個新的它裡面電池是好的 音樂 Ultra-Z3 地標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AVIA Mobile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 第二天的維修 那主要就是把上次還沒做完的做完 然後今天有一個重點比較重要 就是我們要換避震 上次有說好像是右前 比較稍微不平均一點 所以後來我跟小師有稍微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21吋的輪框 坐上去感覺像16吋的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車帶大胎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說 那既然避震也有點不平衡了 那乾脆就把避震換掉 順便降車身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協調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輪框跟車身的距離有點太多了 所以看起來不是那麼好看 然後呢 上次這個電尾門也有壞掉 然後現在還是壞的 但是他們有幫我們把電腦送去給人家檢查了 但是這邊機構所有機構跟電腦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他們覺得可能是這個六角鎖的馬達的關係 第一下會有點卡住 那他們之後會再幫我們查一下原因 現在只能關 但是沒辦法開 開一次給大家看 又好了 他們說就是這樣 食好食不好 好 那我們再試一次 他們是說他們昨天有試了一天 有時可以有時不行 好 現在就不行了 再試一次 那又不行了 所以他就這樣 食好食不好 好 之後再請他們處理 空氣心 你看這是你舊的 舊的長這樣 新的長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差別 差很多 這個太髒了 這個太髒了 先換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做 空氣心 冷氣心 電池箱油 煞車油 軸承跟便器 就是這一輪的軸承裡面有間隙會晃動 那現在我們要更換新的軸承 就是這一顆 我們檢查會晃動的地方呢 就是中間這個軸承的地方 使用久了 它裡面有個間隙 所以導致說你在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方向盤在抖 或者是會有偏的狀況 先把輪胎拆下來 我們碟盤跟煞車皮都更換 還不用 還可以用 還沒有到吃溝很嚴重 跟是要到更換的地步 它這個接頭是插什麼的 輪速 輪速感知器 對 它是做在這裡面的 這是新的 它那個感應器啊 是直接插上去就好嗎 還是電腦還有需要做設定 或是重設什麼的 插上去可能還要再 再做電腦再做歸零學習這樣子 對 那等一下我們最後的時候 會再用電腦再做學習一次 這是舊油 怎麼看啊 這麼少啊 沒有就是油壺 我先清裡面的油 待會加新油下去再重新做 四個的分磅再去露 先幫你清潔這裡面 因為這裡面你看這邊 它已經浮了一層就是 類似夠的那種在上面 可能真的太久沒換 你們又長期都是停 應該都停室外 這邊先清潔完之後 到時候再蓋下去的時候 那個髒東西才不會說 又回去到你新油的裡面 所以我們是先加再露分棒 對 每個師傅的做法都不一樣 有些師傅的做法就是 可能就是 邊加邊露 有些人做法就是 會先把油壺裡面先抽乾淨 然後加新油下去 用新油去推裡面的舊油 所以等一下分棒露了之後 他再繼續加 對就是邊露邊加 邊露邊加這樣 拼從最遠的開始露 這樣就吸完了 這就是你換下來的油 你看這個油 看起來油跟這個油做對比 有沒有差很多 這是黑的 對 這油是 微黃 微黃 這樣還是正常 這個就是已經含水量過高 所以導致它顏色變質 上去是說直接做大寶嘛 裡面的濾網也是一起做更換 現在是先把油給放掉 不然等一下會噴到哪一角色 剛剛這個設計的位置也蠻奇怪的 很奇怪的 直接下來就滴到排氣管 對啊 那個沒關係 最後一樣都是會做清潔 對 背部箱油也蠻髒的 下去的那個有沒有 有那種反白顏色 就是它原來裡面的那種髒汙 它會卡在那上面 雜質都在裡面 你看這邊 這是它的那個上面的磁鐵 有沒有 這都是裡面的雜質鐵穴 所以 背部箱油定期做要做更換 不要說 你說我很久沒開了應該不會怎麼樣 其實這個久了都是對背部箱都是一種傷害 然後這個也是 這種也都是消耗品 拆下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必做更換 這是它的墊圈 尤其是像這種邊邊這種橡膠 久了就會導致它漏油 雖然這顆墊片還算OK 但是因為我們拆下來 我們就一定幫它做更換 幫它拿去洗一洗 去後面做清潔 全新的濾網 你看這邊 都是全新的 現在把它裝上去 如果濾網太久沒換 會怎樣嗎 正常來說是不會怎麼樣 但是你久了之後 它過濾的效果沒有這麼好 那你可能說 裡面有鐵穴啊或什麼的 不容易被過濾 可能就在背部箱裡面 就會一直一直在那邊打滾 打滾打滾 那你久了背部箱 摩耗得越來越大 你如果常常在做便用箱油的更換 那濾網也有定期的在做更換 基本上你這顆便用箱 應該可以用很久 它不會說有鐵穴啊 或者是雜石在你的齒輪裡面啊 或者是便用箱裡面啊 一直去造成堵塞或卡住 魔耗之類的 對 那濾網跟油應該是 要勤換油比較重要 正常來講 四萬至八萬換便用箱油 因人而異啊 看人啊 有些人認為說 比較常在行使的話 那我換便用箱油 就是可能每次大寶 或兩次大寶 就換一次這樣 就是每個車主的習慣 跟都不一樣啊這樣 那濾網的部分是 也不用每次做更換 就大概你換個兩次大寶 或者是每次大寶 的時候做更換就可以 如果你可能比較愛護一點 你可能 欸每次大寶 每次只要大寶 換到便用箱油 那我就一併做更換 那有些人說 我換了兩次便用箱油 再做一次便用箱 濾網的更換 也是可以 我們要先從下面打上去啊 對 等一下就是還會再發動 發動讓它吸到濾網之上 為什麼不是從上面加 有些便用箱的車款 便用箱油是 從下面往上 它上面是沒有便用箱油加油管 就上面這個支架沿用 對 上面支架沿用 然後 會換中間這一段 這整支都是它的上身腳架 阿你的上身腳架狀況 還很漂亮 就不用做更換 如果說 你拿起來說已經 裂掉了 我可能這樣子搬一下 搬一下 它就會動 對 它就會動 對 它這個鞋子看 其實還有彈性 這個A倍次都還是OK的 這個是要 把它蹭開嗎 夾著 讓它不會彈開 因為原廠的便利器彈簧很硬 然後如果我直接拆上面 它有可能會有彈開的風險 所以是直接噴走這樣 會直接噴走 所以我才夾著比較安全 原廠的跟你們的長短有比較短嗎 改裝便利器通常都會比原廠的短一點點 那它調高低 車身高低是要調 主要是調什麼 改裝便利器主要調高低 就是用腳板去調車身高度 彈簧的話就是它吸震的那個力道 每一家改裝的便利器配的攻擊數都不一樣 所以降車身是調整腳管的長度 所以待會我數上去的時候 再跟你講一下在哪個部分 你剛剛說我們先降到三指試試看 對 先降到三指試試看 原來我記得好像是大概五指左右 你剛剛說的高度就是調這個嗎 對 就是靠這邊去調整車身的高度 然後可以做的 螢幕前線 一個差別的水 然後可以自己收到一般啦 我覺得它們要非常的沒陰害 平衡包座 會不會流動 再來高度 然後讓我試乳一下 再上手機 或是最大的酸 剛剛定位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車身已經降了蠻多了吧 原本像休旅車 現在像旅行車 原本我記得大概應該是一顆 整頭多 快兩顆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前輪 三根指頭 然後看一下後輪 後輪三根 這樣應該就比原本好看很多了吧 果然改車還是要降車身 我們前後現在都把主尼 降到前面兩段後面三段 正常來講就是因為這車比較重 煞車的時候看前面會不會 下仰下推的力量會不會過大 如果會的話我們可能就要調高度 就是所謂的配重 那目前來講這整個情況是都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試看看速度比較高的時候 遇到坑洞它整個表現 因為小師老闆 老那個人要切軟 我會調軟軟的給它 不然待會都要煩 這次修理車其實我們也是 傾向就是調比較舒適 舒適一點 對 那目前前面的衝擊感還是比較高一點點 那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灘荒的壓層還不夠 第二個 我們可以再把阻尼再降低一些些 讓它的行路表現更舒服一點 其實一般來說 這樣的行路表現是可以接受的 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我們要叫小師阿伯了 阿伯要做比較軟一點點 不然其實我是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其實整體的表現是很Q的 踩煞車下去起來 也不會有二次的晃動 所以這個阻尼前面是可以再降著 可以再降一到兩個 那我們現在稍微開快一點試看看 這段路剛好比較不好 這個速度過坑洞 其實這個Q度應該都可以接受了 我是覺得以這樣的程度獻給你們 如果真的覺得比較硬一點 那可以考慮前面再降一格 或者說在這個程度開回你們公司的時候 其實前面的Q度就會呈現出來 因為它會在壓 對 它彈簧壓完之後會更好的行程表現 那可能現在裝好到現在開可能兩三公里 也沒有比較長的行程的里程這樣子 如果說真的更希望前面的路面衝擊感再少一點 我們會選擇把前面的車高拉高一點 讓它的路面衝擊性 就整個車的重量是往後去推的 就是所謂的配重 但是我比較建議這個乘坐感是可以的 你覺得可以吧 我是覺得可以喔 我覺得它不行了 你覺得這樣子還會不行是不是 覺得還會不行 喔好 那我們就 接下來我們再把它調軟一點點 我們把它調成阿伯說太軟了 然後還在自己去調硬 對 我們叫小吃在自己調硬齁 我們決定挑戰阿伯 讓它覺得很軟 我們把前面車高拉高一點點就可以了 後面不用 後面不用動 後面不用動 就是把車的所謂的配重往後推一點 包含我們在做賽車啊 都有配重的儀器去做四輪的配重 我們把車樣的分配 盡量維持到50比50 那這個車因為引擎在前面 那後行李箱雖然很重 但是整體的重量 以目前來說還是會壓在前面 所以我們把前面的車抬高之後 重心還會後移 那整個前面的行路表現 重心感就會減少很多 有時候調避電器不是只有轉阻尼 還有彈簧公斤數的配置 還有車高的部分 所以車頭抬高就可以減少這個情況發生 那你就大概知道我在講什麼 觀眾也應該懂 你可以試你車上的避電器 覺得如果前面的路面衝擊感太高 那怎麼辦 你在比較安全情況下 你把它試著全油門讓車頭舉高之後 如果那個路面衝擊感是你要的 那就很簡單 把車高前面調高就可以解決了 這是最簡單 請店家、廠家幫你把前面拉高 那這時候前面的路面衝擊感 就可以少很多了 我前面要調高 好那我們現在調高 所以我們要調高多少 調高0.5 要比後面再高一點 所以老闆剛才提到high low key 我們的high low key就是調桶聲這個高度 有些很多人的觀念 他是說我車子調高 就是把彈簧一直往上壓 其實觀念是錯的 正常像改裝邊際都是調桶聲高度 對彈簧是它的預展 有些的車款像比較高階一點的避震器 它才是所謂的去用彈簧去調高度 我們現在把車高再舉高 就是要減少前面的那個 路面的衝擊感 現在前面就沒有那麼硬了 對 煞車晃滿多下的 對 比較多下的 這時候就導人家的設定了 路面的衝擊感像這種坑洞 有沒有 它就不見了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問題 或許可以從所謂的配重 就是車高的部分去做一些調整 當你阻尼啊 比如一般的避震器有30段 32段或者更多36 那你可能調整的過程當中 發現已經調了20幾段 還覺得車不對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應該由車高去左手 先把車高調對了再去調阻尼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遇到很多消費者說 避震器很難做 你一直調都不對 對 其實有時候在配重之後 再搭配阻尼 可能就比較容易調出我們要的感覺 現在路面的衝擊性 就沒有剛剛這麼大了 這樣應該就屬於更舒服了 那煞車什麼 其實也都會有第二下的有沒有 沒有改變阻尼 只是把前面車高升高0.5公分 那整個前面的兵器呈現 就完全不一樣了 嗯 滿明顯的 對啊 剛剛一幾下 那現在會有第二下了 再高0.5公分 可能就是暈船的狀況 可能踩下去 車頭就在端一端 那這個應該是你們開回公司之後 開幾天 然後前面阻尼再加一段 就會表現比較好 這樣基本上這部車的避震器 初階裝好之後調整 就是以這樣的情況下先交車 那比較建議就是說 開個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再檢視一下車高 前後配重跟阻尼 那需不需要做調整 其實有興趣的 可以自己試看看 自己調看看 對 我很建議自己玩看看 它每一段都會讓你有感覺 那這調整過程 當你調到覺得不行了 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沒有關係 開回來 我們還是會免費的協助你們去做調整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小事阿伯應該沒有問題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小事的給它幹掉 那我們今天的避震器調整 大概就到這裡喔 好 OK 好了 凱吉阿克修完了 右輪的軸承 然後大保養 避震器四支換掉了 因為原本說 右前的阻尼有一點不平衡了 所以後來跟小事討論 就覺得說 那乾脆就把它降低 所以四支避震器也壞掉了 雨稍有噴水頭也換掉了 因為原本噴不出來 還有電尾門的六角鎖 它只能電動關不能電動開 原本是想要請他們一起處理的 但是後來問一下 然後他們有把電腦跟基建都送去檢測 但都沒問題 所以有可能是那六角鎖 但是六角鎖問起來 那個料一個就要六萬多塊 所以就先不換 我去討論一下 再想想看要不要換 那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我現在要把這台車開回公司 可是它沒有油了 完全發不動 所以我要叫阿代怪載我 那我第一次遇到 車子沒有油到發不起來 來了來了 它來了 沒有了啦 這有個很厲害的問題嗎 什麼東西 車友站就在你後面 你用走路了就可以到了 我不知道 沒關係 我載你去 漂亮喔 買油回來了 還是你要幫我倒 好 你是不是也不敢倒 對 我也怕 150塊開的回南港嗎 南港 這我不太確定 我覺得很 這車很重耶 該不會被騙了吧 前面全國 全國是95 95加 95加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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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一把 等一下在看哪 等一下看一下 我會怕 拼一把吧 我會怕 這車我又不熟 如果在路上屌車 我又把幹操下來 我也不熟了 對啊 我們要把像泰山剛好屌車 然後停在那個加油站 然後還有位子 那真的是他運氣喔 快點